同学们,大家好!今天我们来学习第十五单元,有一花朵处处开,第二课花角鹿,阅读与理解课文。 首先,老师会先朗读课文一遍,同学们,注意聆听哦! 好,我们来开始! 二,花角鹿,小鹿生病了,头上的脚变成了白色,他很伤心。 一天,小鸟找来甘草和树枝,飞到它的头上搭窝。 有小鸟在身边,小鹿觉得很开心。 下雨了,小鹿跑到树下,小鸟就不怕被鱼打。 天晴了,小鹿站在太阳下,小鸟的羽毛很快干了,它们成了好朋友。 小鸟还找来朵朵花儿,放在小鹿的脚上,小鹿成了美丽的花角鹿。 同学们,又到你们朗读的时间了,老师先读一次,你们在后面跟着一起读。 二,花角鹿,小鹿生病了,小鹿生病了,头上的脚变成了白色。 小鹿生病了,它很伤心。 它很伤心。 一天,小鸟找来甘草和树枝,飞到它的头上搭窝。 有小鸟在身边 小鹿觉得很开心 下雨了 小鹿跑到树下 小鸟就不怕被鱼打 天晴了 小鹿站在太阳下 小鸟的羽毛很快干了 它们成了好朋友 小鸟还找来朵朵花儿 放在小鹿的脚上 小鹿成了美丽的花角鹿 同学们朗读课文之后 接下来我们来动脑筋想一想 打一打以下的问题 第一道题 谁生病了 这道题很容易哦 我想同学们都知道答案吧 好 我们来看课文 同学们找到答案吗 是的 就在第一句话 小鹿生病了 我们来回答 谁生病了 打 小鹿生病了 第二题 为什么小鹿很伤心 同学们 想到吗 为什么小鹿很伤心 好 我们来看课文 大家一起来找答案 答案在哪里呢 对了 就在第一段 小鹿头上的脚 变成了白色 他很伤心 为什么小鹿很伤心 怎么回答呢 打 小鹿很伤心 因为头上的脚 变成了白色 接下来我们看第三道题目 小鹿在哪里搭窝 好 回到课文 我们来看第二段 找到答案了吗 对了 就在这边 好 我们来看怎么回答 三 小鸟在哪里搭窝 打 小鸟在小鹿头上搭窝 第四题 为什么有小鸟在身边 小鹿觉得很开心 同学们 想到吗 好 我们来看答案 打 因为小鸟把小鹿当成朋友 并为它装饰鹿脚 所以小鹿很开心 接下来我们看第五道题目 为什么小鹿的白脚成了花脚 同学们想到吗 好 我们来看课文 答案 答案 就在 这边 小鸟还找来朵朵花儿 放在小鹿的脚上 为什么小鹿的白脚成了花脚 答 因为小鸟 把花儿放在小鹿的脚上 第六题 为什么小鹿和小鸟会成为好朋友 同学们想一想 为什么呢 好 我们来看答案 因为它们互相帮助 互相照顾 它们怎么互相帮助 互相照顾呢 就是小鸟 把生病的小鹿当朋友 而小鹿呢 帮助小鸟 不被太阳晒 不被鱼打 同学们 当我们的朋友 遇到困难时 我们也要帮助他 好 同学们 今天的视频教学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 谢谢大家